Hello 大家好 我是东南 欢迎来到零下午十六 今天我们进入Saskatchewan的第一个城市 Moose Jaw 我身后这个Moose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雕塑 Moose翻译成中文是陀路 这个城市大概有三万多人 为什么来到这里呢 因为它是一个北方和偏远地区的试点移民小镇 大家都知道北方和偏远地区的试点移民 它以不要求岁数 然后英文要求低 学历要求低等等为著称 我们今天呢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样一个城市 看看大家喜不喜欢 先进入这样一个城市来进行移民 然后再去自己喜欢的其他加拿大的大城市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频道呢 我们主要是讲解一些加拿大移民工作生活相关的知识 以及有时候呢 会像今天一样去加拿大不同的城镇乡村去看一看 然后也会采访不同的在加拿大生活的普通老百姓 如果你对这些感情趣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点击下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有用的信息了 我们是在头天傍晚大概七点半左右到达的穆斯照城区 刚一进入穆斯照城区就被这里的夕阳所吸引了 真的是太美了 所以我们就下来照了几张照片看一看 这个地方呢是北方和农村试点移民的一个城市 我希望大家关注这个城市 因为它的北方试点的移民的网站还没有开 所以当它开的时候呢 就会有很多的工作PO上去 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地方 然后呢当它的工作PO出来以后就赶紧找工作 然后抢这些个名额 穆斯照城市不大 所以说酒店也没有几家 但是都蛮安心的 我们经过一晚上的休整呢 第二天早晨在酒店提供的咖啡和早餐之后呢 准备进行一天的拍摄 我们现在是在穆斯照的一家酒店 现在加拿大的法律规定在室内必须戴口罩 所以我们戴了一个口罩 但是现在喝咖啡可以先拿下来 在所有的这个北方和偏远地区的移民呢 你免不了要跟原住民打交道 因为这些地方是原住民 或者说First Nation比较多的 你看我这个口罩就是原住民的一个文化 原住民一般在加拿大有两个图腾 一个是狼 一个是乌鸦 这个呢就是乌鸦的一个图腾 原住民叫raven 乌鸦用英语有两种表示方式 一个是raven 一个是crow 但是crow比较偏口语化一些 raven是比较书面语一些 在这种北方和偏远地区的市场移民的 如果你想过来的话 虽然他的移民比较简单 但是我推荐大家了解一下原住民的文化 因为在这些地方 小社区或者小城市 原住民住的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在这里喝点咖啡 然后出酒店去看一看 我们选择穆斯兆这个小城市来进行这次旅行第一站的拍摄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北方和农村试点移民的一个小城市 北方和农村试点移民如果大家以前看过我的节目的话会了解 它是一个专门针对外国人进行移民加拿大的一个 试点移民项目 它的英文相对要求较低 比学历要求较低 而且不限年龄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慕斯兆这个城市的主要原因 如果大家不太了解北方和农村试点移民的项目 可以去看看我往期的视频 我们在往期的视频里 已经非常详细的讲过了试点移民项目 它一共是分为十几个的小城镇 这些十几个的小城镇都会招收这方面的移民 所以说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 可以在观看完本视频后去看看我往期的视频 乌斯兆这个城市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说 它离萨斯卡丘的首府 Regina非常近 只有六七十公里左右 所以说虽然它是一个北方和偏远地区试点移民的小镇 但是它在各种方面都是十分便利的 是其他的试点移民小镇或者小城市不可以相比 因为如果你想要一些个生活上的便利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旅渣 只有开车不到半个小时的距离 这个北方和农村的视点移民项目 它非常大的一个优点 就是说它是专门针对外国人的 也就是说你不用再担心 你找工作的时候会说 这个是不是我身在外国可以申请 或者说我能不能申请这个项目 雇主会不会要我 不要有这个担心了 因为所有的北方和农村视点移民项目 它都是针对外国人的 也就是说 基本上99%都是外国人申请的 国内的人是因为他找不到 所以他才去找外国人来申请 所以说大家不要有这个顾虑了 如果是一个北方或者农村视点移民项目 在招人的话 你百分百是可以申请的 而且如果雇主雇佣你的话 那你基本上很大的概率 会能来到加拿大进行移民 除非你有重大的犯罪记录或者有重大的传染病 否则的话 只要你拿到这个雇主的offer 你就会基本上定了 是能来到加拿大进行移民的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是慕斯照一个吸引游客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那边有个非常大的慕斯 也就是说陀路 这边又放了一个飞机 大家可能有疑问 为什么在慕斯照这样一个地方会放一个飞机呢 放慕斯比较贴切 因为它叫慕斯照 所以放一个大的慕斯 飞机呢是因为慕斯照这个城市呢 别看它小 但是它是北大西洋公园组织的飞行员训练基地 因为慕斯照这个地方呢 以非常多变的天气为筑成 一会晴天 一会多云 一会又下雨 所以说呢 北大西洋组织 把这个地方当做一个飞行员的训练基地 如果飞行员在这个地方可以训练成功 可以成功的掌握各种多变的天气的话 那么他在其他地方飞行也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了 我自己呢本人也在学习飞行 我也是一个飞行员学员 在加拿大呢 学飞行不是一件难事 也不贵 几万块钱就可以搞定 所以说如果大家对飞行感兴趣的话 想自己有一天驾驶着飞机飞上蓝天的话 可以来加拿大学习 因为加拿大的飞行是全世界文明的 你只要在加拿大拿到飞行员的执照 基本上去世界任何国家 只需要换一个牌照 就可以直接开飞机了 Mustral这个城市呢 是Saskatchewan这个省份第四大城市 虽然我一直管的叫小镇 但是其实它行政上划分为一个城市 它的总人口呢 大概有三万三千多人 华人呢很少 华人大概只占两百多人这个数目左右 当然这个不是我得到的官方数据 是我听当地的华人朋友给我告诉的一个数据 但是麻雀随小五脏俱全 Mustral这个城市呢 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 它是一个历史名城 虽然说它很小 但是它的吃喝住行各个方面呢 都非常的方便 另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像我刚才所说 它离Saskatchewan最大的城市 也就是说首府Regina呢 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所以说虽然你居住在小城市里 但是如果你想要其他各种生活便利的话 你可以直接开车半小时去这个Regina 来进行购物呀 或者说进行娱乐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你既能享受到交通上不是那么的拥堵 又能享受到大城市的便利 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一个好去处 另外Mustral这个城市进行移民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点 就是说它这个城市进行北方河市的移民项目的这些工作 还没有开展 所以说就是说你可以有时间去准备 就是说其他的北方河市的移民小镇 比如说North Bay或者Brandon 这些城市已经开了 所以说它的工作已经po上去了 那么说如果你没有这些工作经验 你就不可以再进行准备了 但是Mustral这个城市它的先天优势 就是说它的工作还没有po出来 也就是说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 比如说我们可以分析分析 这些北方河农村市的移民小镇 它比较热门的专业 或者说比较热门的职业都有哪些 那么说虽然你现在没有经验 但是如果这些是比较热门的专业 或者职业的话 你可以用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去学习 去准备 那么当他的工作po出来的时候 你就有时间去做了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打起12分的精神来关注它 在这个3万多人的小镇 虽然他们叫City 但是在我来看是一个小镇 我觉得吃住什么的都挺方便的 尤其是你买东西 在这边还是能买到很多比较实用的东西 如果你喜欢中餐的话 我看这边也有好几家的中餐馆 昨天晚上我们也是试了一家 他们家的牛肉粉 也是蛮好吃的 老板人也挺好的 然后你看我后面这又来到了一家中餐厅 虽然我们没试过 但是我听老板说 这里的华人大概有200多 大部分都是通过投资移民过来的 然后他们在这里投资移民成功以后 有的就留下来了 有的也会去到他们比较喜欢的一些大城市 反正我来了慕斯兆这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 给人感觉气候还是蛮好的 在9月末这个时段还能穿上半袖 这在加拿大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气候了 然后因为是小镇嘛 所以人也都挺nice的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里会有什么启示呀 等等东西 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我觉得就我个人来讲 我是比较喜欢在小镇里生活 各方面都挺舒适的 最重要的就是不堵车 我特别讨厌堵车的一个人 厉害 北方和农村市点移民项目是加拿大移民局去年6月份新推出的一个市点移民项目 它主要针对的人群呢 就是说英文稍微低一些 学历稍微低一些 不限年纪 但是呢你要有一技之长这样一个人群 它主要招收的人群呢 是一些偏蓝领方面工作的一些人群 而且说呢它不限年纪 相对来说雅思也要求低 学历也要求低 所以说呢 我希望这方面的人群呢 多关注这一个市点移民项目 它是比较针对于外国人直接移民加拿大的一个市点移民项目 我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就是Canada Visa Canada就是加拿大的英文 Canada Visa呢就是签证的英文 CanadaVisa.com 这是加拿大最大的一个移民信息分享的网站 这里所有分享的移民信息呢 都是真实的 都是基于新移民本身的经历 或者说案例来分享给大家的 让大家少走弯路 所以说这个网站呢 是DIY移民的一个福音 所以说如果大家不想找中介 想自己DIY 我推荐大家关注这个网站 所以说这个网站呢 最近新推出来一个板块就是说呢 它总结了2019年6月份 自从这个北方和农村市点移民项目推出以来 这个项目比较紧缺的十大职业或者说专业 这个是基于所有已经开放的社区 它推出的这些职业和专业 所以说呢 如果大家想要在慕斯兆 或者是说其他未开放的这个北方和市点移民 小城市里努力的话 我推荐大家关注这些职业 关注这些专业 或者说呢 你可以利用几个月或者说半年的时间 去进行一些这方面的培训 以至于呢 你将来有一个比较好的经验 来申请这方面的移民 所以说呢 要有准备 如果你没有准备的话 当这个工作推出来以后的话 你再去学习 那就相对来说比较晚了 OK 我现在在这里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推出的这个十大 比较紧缺的职业和专业 第一方面呢 就是钢铁制造业方面的专业 比如说一些制钢工啊 制铁工人啊等等 第二方面呢 就是一些跟森林 跟牧业相关的一些工人 比如说伐木工等等 这些蓝脸的工人 第三方面呢 就是我们国人比较熟悉的 电脑方面 IT professions 比如说你是程序员啊 或者说你从事电脑 相关工作的这些个朋友 第四个呢 就是航空相关的 比如说你是一个飞行员 或者说你是一个机师 你是修理飞机的 方方面面的 这些方面的工人 第五个方面呢 就是medical professions 比如说你是医生 你是护士都属于这方面 然后呢 下一个是education sector and police services 也就是说你是教育方面的从业者 或者说你是警察方面的从业者 然后下一个是农业方面 或者说生产方面的 比如说加拿大也推出了最新的一个农业方面的市点移民 但是这个呢 是归于北方和农村市点移民项目的 比如说你是一些农业方面的从业者 你是普通的宅兰煤的 你是普通的开农业拖拉机的 这些的都归在这一类 然后下一个呢 是建筑类工业的 比如说你是建筑工人呢 你是一些建筑方面的小工啊 等等都归在这个方面 然后呢 下一个是food processing 也就是说食品加工业的 比如说你是包装食品的 你是一些食品流水线上的工人等等 然后倒数第三个呢 是financial services 也就是说金融方面的 比如说你是会计啊 你是bookkeeper啊 等等这方面呢 都属于这个financial services 然后倒数第二个是dental industry dental就是说牙医方面的 比如说你是牙医护理 你是牙医的一些招待等等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非常流行的一个专业 然后他不仅在这个北方和市场移民项目中流行 他在这个加拿大农业市的移民项目里也比较流行 就是说meat processing industry 比如说肚肉工啊 我在节目里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肚肉工和这个厨师是要求非常非常大的职业 这个我要求大家重点的画一下 一家餐厅 他们家的那个牛腩面 或者说牛腩粉非常的好吃 这是在muse叫为数不多的中餐厅里 比较正道的比较地道的中餐 他的老板人也很健谈 老板叫大林哥 然后昨天晚上我们到的时候呢 就是比较累了 所以就没想到要采访他 也没拿那些采访的设备 然后今天呢 正好我们来做muse叫这一期 所以经过的时候想过来采访他 但是很不巧他的店还没有开 但是昨天晚上我们跟大林哥聊了一段时间 然后他对这个城市的印象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就是来了十几年 他最一开始是技术移民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从一开始就做这家 从一开始做厨师 然后做这家餐厅已经十几年了 他昨天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说 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的话 他就不来加拿大了 他想回国发展 但是呢 因为他说已经来了十几年了 跟国内已经脱节了 所以说现在再回国内 可能好多的东西都不适应了 再者说 他说自己也没有学历 回国的时候能干什么呢 对不对 在这里起码有一个餐厅过得还是无忧无虑 不想太多的生活 然后子女上学也都是蛮方便的 所以说他虽然后悔出国呢 但是如果现在给他选择再回国的话 他也是不回去的 因为是太多的变数了 他说他还跟我分享说 这里来的中国人大多数都是投资移民 他们有一个群是微信的那种群 然后呢 虽然他在这里做的这个餐厅主要是针对老外 但是在那个微信群里呢 有很多的人经常跟他订餐 做一些私房菜啊什么的 比如说做一些个 他拿手的一些比较地道的中国菜 老外可能不喜欢吃 但是中国人本地人很喜欢吃 比如说十个人有个聚餐 就会在微信群里说 我们有个聚餐 你给我们做一些菜 非常好的一个人 非常的健谈 真的很遗憾 这次我们没有缘分能采访到他 但是呢 我们希望下次再来穆斯赵的时候 能见到大林哥 也祝福大林哥 你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越来越棒 如果你去卡尔加里的话 一定要记得找东南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穆斯赵的话 我觉得穆斯赵这个地方 给我最大的特点 就是说 人特别的好 人特别的nice 无论是遇到的华人 还是遇到的白人呢 都非常热情的跟我们打招呼 然后我们在看穆斯赵 一个比较著名景点的时候 遇到一个白人 他是一个法国的后裔 叫凯文 非常热情的跟我们聊天 在知道我们是华人以后 他大声的喊出来说 是非常欢迎华人移民 来到这个地方 帮助建设穆斯赵 因为穆斯赵太需要一些新移民了 需要一些华人的智慧 来帮助建设他的家乡 来到这个地方 开展华人的新生活 还非常热情的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 你要知道 加拿大的老外 他如果不把你当作真朋友的话 他肯定是不会邀请你去家里做客的 所以说穆斯赵这个地方给我的特点 真的是人都特别的好 特别的好客 他还非常热情的跟我展示他的纹身 说他为什么要纹那么多的 Tattoos等等 非常健谈的一个人 所以说有好多的华人新移民朋友 还担心加拿大是不是有歧视 等等的 我觉得这都是不需要担心的 因为加拿大的种族歧视几乎是不存在的 而且种族歧视一般存在于个人的心理 如果你自己不自信的话 你到哪里都觉得别人瞧不起你 所以说如果自己自信起来的话 这方面就根本不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说大家真的不用担心 OK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穆斯赵这个地方 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开所有的工作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现在 他穆斯赵在招的这部分工作来预测一下 将来如果他这个北方河农村市场移民项目的工作 开了以后 他会招什么方向的人群 或者说会招什么方向的工作呢 我们如果打开印第的是加拿大最大的一个招工作的一个网站 可以看出在疫情期间 这么小一个小城市还招将近200人的这样一个工作 可见他是多么的渴望工作 或者说可见他是多么的渴望人们去帮助建设这个地方 OK我们首先看看他比较典型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做一个司机 这个是一个deliver driver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送个快递 或者送个什么这些个的司机 他是不需要任何经验的 然后他的起薪是22加币每小时 这个是远远高于他的薩斯卡城省份的最低工资的 所以说你看他用一个稍微高一些的工资来吸引这些比较蓝领一些的工作来 慕斯兆这个地方工作 可见他还是稍微有一些诚意的 第二个呢 也就是说稍微高一个级别的这个大卡车的这个司机 他的工资相对来说也是高一个级别 27块钱加币每小时 这个在加拿大来说 已经快接近中等工资这样一个工资水平了 然后下一个也是非常非常典型 或者说非常流行的一个职业 也就是说剁肉工 这个剁肉工我在前面视频讲过很多次了 如果大家谁有剁肉工的这个经验的话 你移民建立大的几率 当然了你要会英文你移民加拿大的几率还是蛮大的 因为加拿大真的很缺剁肉工这个行业 然后再下一个也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新移民的职业 就是说厨师 如果你有厨师的这个经验的话 尤其是一些比较紧缺的厨师 比如说你是泰餐的厨师啊 或者说你是一些比较冷门的一些的厨师的话 你移民加拿大几率还是蛮大的 他的这个体系呢 大概在25加笔每小时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你不需要任何的学历 不需要任何的大本的或者说大张的协力 只要你会这个做这一方面的菜 你就可以在慕斯招找到这样一份工作 当然这里再强调一下 这不是北方和试点移民项目推出的这些专业 我只是在这里预测一下现在印第上这些招的工人在慕斯招 我用这些现在印第的招的工人来预测一下 他将来等这个北方和试点移民小镇开了以后 他会招什么方向的工人 然后下一个我们可以看出也是比较底层的一个职业 他是housekeeper 也就是说收拾房间的 所以说也是不要求任何的工作经验 比如说你擦擦桌子呀 擦擦椅子 收拾收拾床 擦擦窗户等等这些的最基础的一些工作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也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新移民职业 是服务员 这个服务员呢 相对来说他的基本工资就比较低了 12到15加笔每小时 但是呢 在加拿大服务员有个好处是他可以收到小费 所以说你会看到很多的朋友 他尤其是新入职的一些朋友 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的工程师 他都会在业余时间去做服务员 因为他有很高的小费 他这个别看基础工资低啊 12到15加笔 但是他算上小费以后 有的人能达到30甚至40块钱加笔每小时 这样一个收入 所以说服务员也不要看低的 他也是一个收入不低的一个行业在加拿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稍微来说比较技术层面的一个工种 他叫Cable Technician 也就是说你是帮助设网线 或者说帮助安装互联网这样一个工人 他的这个工资就相对来说比较高了 能达到10万加币每年这样一个工资 真的我觉得穆斯兆这个地方为了吸引人去工作 还是很有诚意的10万加币这样一个工资 几乎就相当于工程师这样一个非常需要学历 或者说英文的一个职业了 10万加币在加拿大能生活的非常非常不错了 尤其是在这样的小城市 你可以买一个前后院都带草坪的这样一个别墅 是说商双车库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会生活的很舒服的一个工资 OK看了前面几个 慕斯兆在招的比较典型的专业 或者说工作以后 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慕斯兆这个城市 如果你有类似的相关工作经验 或者说 如果你想学习类似的相关工作经验的话 现在就可以准备起来了 如果你有高中的学历 如果你学一学努力努力 亚瑟能达到4分的话 那你还是有很大的几率 在慕斯兆这个城市开放 北方和农村市的移民项目的工作清单以后 来到慕斯兆这个城市 然后做这个地方的新移民 当你移民拿到你的身份以后 如果你喜欢这个城市 你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城市享受到的生活 如果你不喜欢 像其他的大部分华人朋友一样 喜欢比较大的城市 那么你可以自由的迁徙到这些比较大的城市 去生活 这是没有问题的 加拿大的政府是不会干涉任何一个公民 自由迁徙的权利的 当然来说了 你要拿到你的移民身份以后 你才能迁徙 你不能在你工签的时候就迁徙到其他的城市 这里再次跟大家想强调一个点 就是如果一个人拿到慕斯兆这个地方的工作offer的话 你的家人是可以持开放式的工签来到加拿大的 比如说丈夫拿到了慕斯兆一个工作的话 你的妻子其实是可以拿到一个开放式的工签 然后妻子可以去加拿大任何地方工作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你不一定要留在慕斯兆 然后你的儿子和女儿 当然可以在加拿大享受免费的教育 如果你是在18岁以下 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说如果大家喜欢慕斯兆这个城市 或者说如果大家喜欢北方和偏远地区 试点移民项目的话 那么现在就准备起来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准备 第一就是说你要准备一些你将来要从事的工作 如果说大家在这些个比较热门的工作经验里 或者说工作清单里有你喜欢的 那就更好不过了 可以去学学厨师 学学一些堕入等等 如果没有的话 你还是要三思的 如果你为了移民而学一个专业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风险的 比如说你学了专业以后 你可能没有生下来这个工作 你到时候会不会后悔 我希望观众朋友们可以自己平衡一下 做一个风险评估 第二个努力的方向肯定就是英文了 对不对 如果你的英文不好 那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说能生巧的东西 谁也不是天生英文就好 你每天学一点 你的英文就会进步一点 你每天读一些你的英文读写能力 也就会提高一些 不积魁步 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 无以称江河 所以说像移民 或者说比如说再举个其他例子 健身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长期的计划 或者说一个长期才能实现的目标 你不可能说今天想移民 明天就来了加拿大 这个还是不太容易达成的 所以说大家要有一个长期的打算 长期的目标 学英文也是一样 不是说今天一学 明天立刻就会了 你有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 所以说大家不要急于求成 只要你努力成功只是时间问题 另外大家在学英文的过程中 一定要放得开 不要太过于在乎其他人的想法 或者观点 我们有很多的华人朋友 都特别在乎其他人的观点 比如说你说英文的时候会在乎 哎呀我说的英文不好 其他人会不会嘲笑我呀等等 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朋友啊 在别人说的英文不好的时候说 哎呀这样的英文还在说 要我可不会说 我觉得这种方法 或者说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 自己的英文不好 肯定是需要练习的嘛 对不对 你在一个方面不好 那你不练习要怎样呢 你英文本身不好 你不练习那不是越来越不好吗 所以说第一呢 如果你是这方面的人 不要去嘲笑别人 永远不要嘲笑一个正在努力的人 因为他努力就有提高的这个可能性 第二呢如果你是这方面的人呢 也不要在意别人嘲笑你或者怎样 因为他本身做不到 他就会嘲笑你 你也做不到 只要你努力 其实你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说不要太在乎他人的眼光 自己努力自己奋斗 你的目标一定会达到的 地上坐着 然后身后就是操场 他们可以供他们玩的 我在慕斯兆这接近两天的时间呢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安静的城市 是一个友好的城市 他们城市的logo就说是 a friendly city 通过我跟当地的人接触呢 也确实是很友好 我们在街上的时候 经常有人跟我们打招呼 然后刚才去隧道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那个人叫Kelvin 专门跟我们介绍隧道的事啊 什么的非常的热情 对我来说我去过很多的这种 北部和试点移民的小镇 对我来说慕斯兆这个地方的市中心 是唯一一个没有流浪者 或者说没有homeless的地方 也没有那些吸毒的呀 等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可见他的这个地方管理啊 还有发展还是非常不错的 从人们脸上也可以看出来 洋溢着幸福的表情 生活节奏也很慢 如果让我选择的话 我会选择这样一个小城市 或者小镇生活 我不会选择去一个大城市 当然了你要在这里有稳定的工作 有稳定的收入 不知道大家对慕斯兆这个地方有什么理解 和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会及时给大家的回复 这个地方的北部和偏远地区 试点提名呢 还没有开 所以我要求大家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这个地方 因为当它一开的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上去申请 一旦有你适合的职业呢 你极有可能获到这个地区的提名 然后移民加拿大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进入萨省的新藏 也就是说它的首府 萨省的省提名呢 没有阿尔伯格达 或者说BC那些省提名那么抢手 但是它的气候呢 萨省这个地方的气候 又比曼尼托巴要暖和一些 所以说萨省的省提名 还是值得可以考虑的 我们下一期就去萨省 给大家专门讲一讲萨省的省提名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频道 还想看到类似相关的内容 别忘了点击这个白色的logo订阅 我们萨斯卡圣萨省见